近日,有关中国文化统战渗透台湾网红圈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 失明网红波特王今年6月揭露 中国政府出自邀请台湾网红前往中国拍摄影片 以进行宣传活动,尽管波特王并未明确指名参与者 随后网友们自行整理出一些近期前往四川程度拍片的台湾网红名单 此举引发相关艺人和网红的不满 他们纷纷出面澄清,强调自己并未参与此类活动 对被无端指控表示愤怒 在社群平台Flyz上,一位网友提到 似乎有更多台湾网红正在前往中国拍片 第二波已经开始冒出来了 对此,波特王回应说 即便是订阅数较少的网红 也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的目标 这些影片将在适当时机逐步曝光 他还指出,最近出现了一些特别吹捧新疆的影片 内容可以强调当地的友善和安全 目的是淡化外界对集中营问题的关注 此外,这些影片的留言区也经常出现大量简体制留言 一次有组织的进行舆论操控 这波讨论也拨集到拥有百万订阅的YouTube频道 爱你这周要干嘛 应该频道成员目前正在新疆旅游 因而被部分网友怀疑是否参与了此次宣传活动 频道成员Aweo随即澄清 表示这次行程早在半年前便已计划好 纯粹是与朋友的私人度假之旅 并无特定宣传目的 也无计划发布相关影片或收取任何费用 他还幽默地说 我今天还被鸟屎逼到了 真没感觉到什么香味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广泛讨论 一部分网友担心中国利用文化统战渗透台湾 认为应该提高警觉 也有网友呼吁不要随意对网红进行猎物 强调以理性看待此类事件 总体而言 这起事件再次唤起了社会对网红言行的高度关注与探讨 大家对波特网友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U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